我的習慣就是在 在 我自己的歌唱 自己的歌唱 然後在大的舞台上面唱歌 這樣 有時候 雖然是 跟樂團一起演出的時候 另外一個樂團 那 比較不會 可能已經 不會說很緊張 那習慣 那 換我自己歌唱的話 在大的 大的舞台就會 就會 緊張比較多 然後今天 我要唱 關於 關於 土地跟部落的歌 這樣 然後 大多數是 我用 在台東的感覺 然後寫的一些歌 不曉得 大家聽的會如何 最近 最近有比較多 議題就是 嗯 對 浮罵 對 一剛開始我也說那個廣告是賣藥的 廣告要浮罵 廣告感冒要浮罵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大家都坐太遠了 而且看不到 有沒有那個 桌子可以搬來前面一點點這樣 這樣 其實我一直在想一個辦法 就是說 怎麼讓大家 聽音樂 然後 又不是去看 看一個 看一個秀這樣 其實 這幾年一直在 一直在想這個事 就是說 大家去看表演是因為誰 然後去看表演 因為 因為 因為他 很有名 這樣 就 我們來去聽他 唱歌 然後 看他的表演 很精彩這樣 然後 可是 可是講到後面會 對我們音樂人來講 就會變得是說 每次 站在一個 很大的舞台上面表演 就要一個很精緻的 演出這樣 然後讓大家就是覺得說 哇 聽得好爽 這樣 而不是 真正聽 聽這個音樂 所做的東西 這幾天一直 一直在告訴 我們 也是我們台東的 年輕人 就希望他們就是說 不要 不要為 不要為了音樂 而做什麼 然後讓自己達到什麼目的 這樣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會被 會被限制住 那我們在寫 我們在寫的歌 創作人在寫的歌 其實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用自己的感覺去 創作 寫歌 然後 然後 我講那麼多 不曉得 大家聽得懂嗎 因為上次我跟年輕人 講那麼多 跟 比較小一輩的 高中生 這樣 對 那他們 好像就有點聽不太多 我們只是 但是 一直很希望就是說 呃 台東有一個 這麼好 表演的地方 鐵花車 你 對音樂上面 更要 認識更多 的感覺 然後 做自己想要做的 音樂 而不是一直 一直邁向 就是 別人 別人做的創作 然後去 有點去 copy 那種 那種感覺 做創作 就是要 讓別人 有一些 很不一樣的 滋味 所以 希望 鐵花村 為這個 音樂產業 那 再 用更多的鼓勵 也包括 也包括我們創作人 我們 我們也會用更多的鼓勵 鼓勵 鼓勵我們 我們的 呃 後一輩的 年輕人 讓他們做的 讓他們做的 讓他們做的音樂 會 更豐富這樣 而不是 一直去 呃 而不是一直去 去模仿誰這樣 應該是這樣 大家 反正大家就放輕鬆 就用聽音樂 聽音樂的方式 那種聽音樂的方式 就用去感受 這樣 我們的 我們也不是很厲害的樂手 我們也不是很厲害的歌手 只是 我們喜歡唱歌 我自己喜歡唱歌 或是 彈吉他唱歌 偶爾彈貝斯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呃 接下來我要唱的歌叫 一目的搖籃 嗯 然後每次大家聽到這首 呃 聽到我唱這首 幾乎都是在 演出的中間 那 我今天一直想要說 用音樂 用音樂 來做音樂 做音樂 來聽音樂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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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